走 早啊 这么早过来找我有什么事 我给你打了一晚上电话 你为什么不接啊 我 我一直都在家里面 而且我这么大一个人了 又不是小孩子能出什么事啊 在我眼里你就是个小孩 昨天晚上发生的事件 我都知道了 现在公安部门呢 已经介入了调查案 最近网上可能会有些声音 对你不利 但尽量少看 嗯 谢谢你 你现在需要的不是跟我说谢谢点 而只要相信我 相信我只要有我在你身边 我可以帮你处理好这些钱 谢谢你 那没事的话 我就先回去了 等一下 你也许很想我 我昨晚晚上去的时候你已经走了 我把你爸一起的东西都收拾一下 你看少不少东西 如果少的话 我让他们再帮你找回来 天哪 看看你 我边才是札 你要 miners 开心一点 让我却一如寂寞的洒脱 面无表情的你对我说放手 就放手 你也许很难过 姐 你不是乘跑去了吗 怎么拿这种东西 你眼睛怎么红啊 你不会在楼下跟唐总吵架了吧 他是不是欺负你了 把你弄哭了 你怎么知道是唐总 刚刚都看到了 我 我说了你别生气 其实 我昨天就看到他在楼下 昨天 唐总 一个宇宙 让我失踪 也不再打扰 你 我昨天就看到他车在楼下 唐总不会在楼下等着你一整夜吧 他是因为比赛那件事找你吗 是 说实话 唐总挺关心你的 那我先去上班了 你在家好好休息 再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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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好 你不让我失踪 也不再打扰你的人生 不说爱你 言不许 通知白晓曼不用再来了吗 我通知是通知了 至于她是怎么理解的 我就不知道了 真不管她了 她们就 那我先进去了 你怎么来了 纳姐 我有事想问问你 小张没跟你解释吗 她跟我说了 但但她那解释我没法接受啊 现在没有证据能证明 那莫菲衣服就是我弄坏的 为什么要开除我 是 现在是讲不清楚 但问题是你作为一个模特 毁坏设计师服装 这个指控有多致命你应该知道 再说 现在脱衣服的照片还在网上挂着呢 我怎么保你啊 是啊 纳姐 我也很无辜啊 我真的是冤枉的 姐 你是看着我 从新人一点点走过来 你咋够我一次结合 你去帮我求求情好吗 我 我真帮不了你 这个我真的 昨天在家里也没用 是我让她开除你的 天娜姐 你先去训练那些小可爱吧 这个麻烦交由我 行吧 跟我过来 好啊 方笑语 你放开我 好啊 那我找保安把你抢出去 你要我怎么说你才跟你相信 莫菲的一副被弄完 真的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咱们俩认识的不是一两天的 这儿也没什么人 为什么不坦白一点呢 你也不是个笨人 你怎么不想一想 跟外单的衣服 对我有什么好处啊 你也不是一个笨人啊 你怎么不想想 我为什么不相信你呢 是因为莫菲吧 是他让你这么对我的吧 我一个人来到上海 没有背景没有人马 全靠我自己一个人 我好不容易有了今天 你们为什么要毁了我 为什么 如果我被开门开除 我真的就走投无路了 你们明明已经拥有了那么多 那么多 为什么要尽数毁了别人 好不容易得到的一切呢 毁了我 我们就能心安理得了吗 说完了吗 我没有说 我真的不想再听了 你是就想要一个答案对吧 那我今天就明明白白地告诉你 不是我们毁了你 是你自己毁了你自己 这次的比赛我先不说 就说上次慈善晚宴的事吧 慈善晚宴 我 是你在模特中大张旗鼓地说 我会带你去慈善晚宴对吗 你还说什么 说我对你感兴趣 说我喜欢你 不是 那个真的是我 再说是个展上的事吧 虽然你伪装得巧妙 但是明眼人一看就知道 是你拿助理的剪刀 故意把衣服给弄坏了 你是一个模特 设计师辛辛苦苦把他的心血 交到你的手上 你怎么能糟蹋呢 你自己的努力 你就在乎 别人的付出你就不在乎吗 这就是你所谓的温馨误会 既然在你心里是这么抢我的 你压根就不在乎我这么解释 就算我被误会了 你也无所谓是吗 事到如今 是不是你动的手已经无所谓了 对我来说结果 真的是你在救我自取 方总监 方总监 收起你这一套好吗 你这套可怜兮兮的说法 你在琳琳那儿说可能还行 在我这儿真的行不通 方总监 我求你了 我们彼此都留点余地 大家都体面 你也没有给我留余地啊 方总监 真的是你自己 把自己的路给走绝了 走的时候把通行证 留在前台 一只手续我找人帮你办好了 方小语 我会让你后悔这么对我的